救命啊 救命啊 眼盲的女人 被一伙凶神恶杀的杰斐 囚禁在了一处郊外的别墅里 女人本想趁着杰斐们离开知己逃出去 可不曾想此时的大门 早已被牢牢地锁上了 女人无助地探作在地 我该怎么办 看不到东西 你跑不掉 我不能做一代人 阿月见自己逃不出去 于是决定和杰斐拼个你死我活 因为阿月有着恐怖小说家的身份 所以他平日里经常会收到 很多粉丝寄来的礼物 而其中不妨有些防身武器 于是阿月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当夜晚来临 杰斐大哥驾车返回到了别墅 可他打开门时 却发现所有被害者的尸体 全部被挂起摆在了他的眼前 墙上还出现了威胁他的自己 大哥本想要开灯 却发现屋内早已断电 大哥隐隐觉得有些不妙 于是他警惕地向前移动 殊不知每个尸体背后 都已经绑上了鱼线 所有的鱼线穿过天花板 掌握在了阿月的手中 按时记忆到 阿月剪断手中的鱼线 尸体就倒在了大哥身上 其余的尸体也在不断地 出现相同的状况 可他们一个个都成为了 大哥的枪把 也就在这时 阿月将手中的鱼线对转了大哥 嗅得一声发射 却不撩脚滑的大哥却眼睛手快 用身旁的灯子挡住了鱼线 阿月迅速躲藏 大哥则点燃拖把 重新冲进了别墅 阿月则凭借着黑暗隐藏身影 他趁大哥不备之时 拿出带有酒精的防狼盆物 直接将火反盆在了大哥的脸上 不一会儿就烧下了大哥的眼睛 阿月顿时占据了有力的一方 也就在此时大哥说道 我投降 你自己跟警察说吧 喂 你不想知道 做完那个女孩子去哪了吗 你走了 我上上去 耳冰写聪明的阿月 知道大哥是在引诱自己 自然不会上当 随后他就打开了 准备好的录音机 不放弃了自己提前录制好的笑声 就在大哥以为自己锁定了阿月位置 想要司机开枪时 阿月直接挑起一板灯 静止地将大哥给活活砸晕了 阿月也就是趁着这个机会逃了出来 但是很快 阿月迎面就撞上了一辆车 没想到竟然是阿月的男友赶了过来 可还没说上几句 阿月就脱离婚了过去 为了营救女友阿月 男友赶忙将阿月重新带回了别墅 并用秀妍将她唤醒 阿月醒来后将大哥绑了起来 可此时的大哥却嘴硬地说道 阿月见她还不死刑 上前就给了她几脚 男友却劝说阿月 让她上楼洗漱一番好好休息一下 自己会在这里看守大哥 而刚刚洗漱完的阿月 习惯般地打开了冰箱 结果却发现了死不瞑目的闺蜜 阿月顿时悲痛欲绝 但很快她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如果拿平秀妍真的是男友从冰箱拿的 那她怎么会如此淡定呢 随后阿月掏出了大哥的手机 发现了一条未读的短信 上面赫然写着 我马上就到 千万不要乱杀人 此时一阵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阿月颤颤巍微微地回播了过去 果不其然 男友的手机响了起来 见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局面 一旁的大哥也开始添油加醋 原来快要结婚的男友 在打金工厂行资一般 而为了攒够高额的彩礼迎娶阿月 他竟主动给杰妃提供了打金工厂的平面图 并相约在别墅分前 可男友并没有料到 杰妃竟然会早到一天 还杀了那么多人 阿月与男友顿时爆发争吵 争执中男友给了阿月一巴掌 不料阿月拿出了手中的枪 两人马上撕扯起来 最终阿月不敌男友 被他掐住了脖子 阿月也在此时抓住了一根尖木钉 狠狠刺中了男友的心脏 可就在男友死后 大哥却挣脱了身份 并将阿月打倒在地 随后用枪指向了阿月的头顶 可随着枪声响起 倒下的却是大哥 原来是几猛赶到的警察救了阿月 故事的最后 阿月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他却又好似什么都没有了 阿月的侠二人 acji